希望可以在這一點上面 我雖然自己做的餐單都沒有廚餘 所以沒辦法加入 就只要在這一點上面希望可以 他會幫我們做一個宣傳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道路線帶走服 是可以讓廚餘更多的被再利用 因為很多人都把廚餘都放一般垃圾裡 對啊 所以就是對鏡頭講剛剛那句話這樣子 我們有準備一個 喔 哇 所以考慮 OK 大概是這樣 還不錯啊 還不錯 好 那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大概花個五分鐘的時間 和正委介紹一下我們的模式 好 那像剛剛講到我們是Trapbook 我們在做的是倒垃圾預約的服務 為什麼會想做這個 是我們發現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倒垃圾真的很不方便 像有些上班族住在公寓裡面 他可能下班的時候 已經垃圾車的時間已經錯過 對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要把垃圾囤積在家裡面 或者是有的時候我們還有碰過的是 他們要提早下班去倒垃圾 或是中間很困難去倒垃圾 不然冷凍庫就要分一部分了 對 哈哈 不過為了我們蠻流行動 對 然後我們就統計出來三個主要的問題 追垃圾車廈 就是時間難配合 然後地點太遠 他們有些時候就在公寓裡面要上下樓梯 對 那第三個就是過程耗時耗力 實用體驗真的不太好 對 那我們也有發現有些人是去找民間的代售業者 那代售業者也有兩個問題是 第一個是需要跟他們約時間收取 有的時候不在家就不方便 對 那另外一個是價格結構的部分 就是我們發現他們大部分的計費方式是 一個月一戶多少錢 對 那有的時候一戶只有兩個人 垃圾量比較少 有的時候一戶有五六個人垃圾量比較多 有些也會跟清潔服務綁在一起 對 然後有些是可能會跟管理員一起 對 沒錯 對 可是這樣子的話就是人數上面不平衡 我們覺得這樣收費其實也蠻不合理的 對 那在做這個創業題目之後 我們也發現其實垃圾後段處理也有它的問題 對 那我們從除以這個地方做切入 我們發現就是除以在2007到2017年之間 環保署的統計數據發現 就是回收率其實都蠻低迷的 就是在7到8%左右 最高也就到11.7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一般垃圾裡面的除以佔比 其實非常高 將近40% 那07到17的數據是這樣子 那我們發現最近兩年也是 大概在三成四成中間徘徊 對 那如果把除以塞到一般垃圾裡面 會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些除 一般垃圾通常是被拿去粉燒 對 那粉燒除以的話就會產生代曜性 然後會有不利於環境 然後也不利於這個粉奧的效能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這些除以其實是可以被栽利用的 對 不管是多層堆肥飼料 或者是早氣發電 對 那如果把它燒掉的話 那就是一個資源的浪費 對對對 那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方便性 然後還有環保性的問題 我們設計出了Trackle這個服務 對 那我們主要訴求是三個特色 第一個是快速方便的垃圾帶收服務 我們的客戶就是使用我們服務之後 在家裡就可以把垃圾處理掉 然後透過手機預約就可以有專人道徒爸收垃圾 對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環保的廚餘處理 所以我們會發給我們的客戶這個廚餘帶 對然後鼓勵他們把廚餘分類出來 從一般垃圾裡面拯救出來 對那還有第二個功用是廚餘帶可以防衝 所以我們會有夾鏈帶的設計 所以他們如果是塞在一般垃圾裡面的話就會發愁 對有時候就算是有它那個細省擋帶什麼的 時間一久還是會有 對因為它可能還有一些空隙 沒錯 對所以我們的廚餘帶基本上是 夾鏈帶是你們的一個賣點 對然後第三點是平衡的收費價格結構 就是像剛剛講 我們設計是按照垃圾量去 設計出一個周收幾次垃圾 周收一次兩次三次垃圾的方案 對那一次可能就適合小家庭一兩個人 他們垃圾量比較少 兩次的話可能適合的是三四個人 對然後可能會偶爾會煮個菜 會有廚餘 那三次垃圾帶收服務的方案的話就是 適合大家庭這樣子 對垃圾量 所以你每一次只收固定量的垃圾 對我們會收固定量 然後如果他們有需要 比如說垃圾零食比較多 也可以跟我們加購 對這個袋子 隨帶遵收 隨帶遵收 對然後這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對就是消費者會在 垃圾收取日當天把垃圾放在 門口然後我們就會去收取 那收取之後我們會交給後端的垃圾廠 還有處理廠商 對那我們會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這個垃圾帶還有處理帶 對然後這是我們的金流部分 就是會訂閱費用 然後我們會 分擔給我們的人力費用跟處理費用這樣子 然後這是消費者的使用流程 就是他們會先選按照自己的倒垃圾習慣 選擇適合的倒垃圾方案 然後我們會跟他們面交 交垃圾帶還有收取一把樓下的大門鑰匙如果有需要的話 對那再來就是他們在垃圾收取日當天把垃圾放在門口 然後我們去收完之後做個簡單的消毒的動作這樣子 對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業務狀況 我們目前在文山區有提供一個最小個型的服務 對然後服務大概是50名客戶 然後我們也有穩定的帶收夥伴 然後幫助我們去協助這個業務的完成 對然後 這是我們業務 我們帶收夥伴在實際執行業務的時候的 一些狀況 就跟非接觸室送餐剛好一樣 對對對 沒錯 就是他們把垃圾放在門口 然後我們就去收這樣子 這樣可不可以跟非接觸室送餐配合 沒有 都在一起 對 送完快遞拿垃圾 也有在想 然後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近期最主要三個業務規劃 就是我們會優化我們的服務 然後去收集客戶的回饋 然後準備拓展到其他的區域 因為我們目前只有在文山區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會跟廚餘的廠商合作 一起 分解這個我們收來的廚餘 我們目前也有接洽到一個 黑水蒙分解的廠商 那對 然後他就會分解成飼料或是堆肥 那這可以提升在利用率 對那第三個就是跟環保公司合作 設立垃圾紙車 那這部分就可以在我們服務路線上面 設立紙車 然後會加快我們倒垃圾的效率 對 那這也是一個規模化的過程 然後今天主要想請問 唐豐正尾的四大問題的方向是 環保跟方便性的定位 然後還有垃圾處理 還有我們可以發揮的社會影響力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預約系統 已經有預約系統 然後資料的 有沒有辦法是可以 收集這些垃圾的資料 然後有什麼應用這樣子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 服務路線要產品 所以有些問題想請教你 OK 為什麼你們一開始會跳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外宿主角 然後那時候下課的時候就 已經沒有辦法配合垃圾車 就自己的痛點 對 然後我們有去問身邊很多朋友 發現 好像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是你們是一堂課上 的題目 沒有 我們自己有這個想法 OK 但我是說你們本來就認識嗎 在創業以前 我是他的大學主席 OK了解所以本來就認識 我們本來就 這是我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了解就是你的那個同學名錄 這樣子 就變co-founder 對啊 覺得他們很棒 OK 好啊那開始吧 然後 今天 第一個想問政委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之前最一開始的 創業的構想 是從 消費者端的方便性 去幫助方便性的問題 那之後我們發現垃圾後端有非常大的問題 對 包含回收 或者是 債利用 都是 回收率很高 不過你們的消費者 care這件事嗎 對 這是我們 因為這是不可見的 對 是 所以你要賣這個社會影響力 或社會價值 那前提就是這個消費者本來已經很care 可是如果他本來已經很care 他說不定已經會做源頭減量 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其實是 你們的 TA一開始的環保意識 當然最好情況是本來很弱 透過跟你們合作逐漸加強 對 但是這樣子的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build 因為他會來找你 或者是會推薦其他人 很可能只是想要省時間而已 對 其實我們一直在 方便性跟環保性上面有 一個權衡的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想說 如果我們的服務是絕對方便的話 可能環保性就會非常低 對啊 對 那我們現在 你事實上是鼓勵他製造垃圾 對 因為他製造垃圾沒有負擔嘛 已經沒有後果 對 我們其實有設想一個機制是 如果他有 配合我們的模式 然後去做回收的話 然後我們帶所有人去看 真的有把垃圾回收出來 那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回饋的東西 就是透過 胡蘿蔔的方式去 獎勵他們 這樣子 了解 那他就故意 就是生一些處理出來 就是 也有可能這個問題 對 對 但是我想問說 你們現在有給折扣的這個空間嗎 你們的MVP的收費 對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真的做到 回收給折扣 不過 我們還是 如果 這是一般的 服務的折扣 但是 還沒有到 回收的折扣 對啊 OK 是 這部分 我們是覺得長期 如果我們 可能收到的量比較多 我們有可能 可以跟一些 後段的廠商 做一些合作 那可能就 有些回饋的點數 或是商品 然後 我們再透過一些 評分機制 可能未來可以結合 App 或是網站 然後 讓代收人員 他可能給評分 他今天 分類分得 OK 或是他今天 垃圾很臭 什麼之類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 評分去把這些 我們跟 後段廠商串聯起來的 一些點數 再回饋給消費 這樣 現在比較難做的點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量 還很少 所以我們 可能在後段那邊 沒有什麼 溢價的能力 這一點也是跟我們一開始 為什麼會覺得 做環保這一點 會很衝突 就是因為 我們要做環保的時候 環保那一段 他需要我們提供 很大的垃圾 對啊 他才有可能 它是規模經濟 對啊 margin都是用 0.0幾% 在算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 之前做的創業題目叫 recollect 他在加拿大 那他就是做 簡訊或其他通知 讓他不會忘記有垃圾車 的這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fund 他自己的 所以他後來怎麼fund呢 是他跟地方政府合作 因為你如果會收這個簡訊 已經收成了習慣 而且看到簡訊 就會採取行動 那地方政府要 動員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的這種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都可以承載著這個 所以會變成說他幫地方政府 客製化 那個地方政府通知 大家訊息 的這樣子一個 newsletter的app 但是就白排了 但是他事實上 收的錢完全是地方政府 本來就會 發在那個公關新聞稿 上面的那個錢 那他的使用者來講 因為dollar search 你一定會訂閱的東西 所以你就順便看一些 地方政府要給你的訊息 所以他的顧客就 永遠不會需要figure out 你們剛剛講的是說 我收多少錢還合理 因為他沒有打算 收他顧客的錢 那這個是因為 有別的stateholder 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但是那個是訊息通知的嘛 那當然除非你們整合上 我剛剛講的那個 外送取餐 順便收了 那樣說不定有旁邊的一個生態權 你們現在這個的 我覺得現在困難是說 他很難picky back 在別的生態權上面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體系 是 對 我們之前有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是結合一些 物流的服務 像當中正也提到 我們去solar search的時候 順便幫他們pick up 什麼東西 或是去deliver什麼東西 對啊 可是這個 不過先問 就是說你最一開始的賣點 竟然是方便器 那你的mvp有沒有告訴你說 真的有人願意 就是滿足率超過80% 他願意推薦他的朋友 就acquisition 現在這一塊怎麼樣 這部分是我們目前是大概 在我們一開始有設計一個體驗計劃1.0 然後那部分就是我們有訪問12位客戶 然後有大概是10位客戶 他們都會 願意去推薦給別人 然後 但是也有碰到一些問題是比如說 他們推薦的時候 但是 他們的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不知道我們這個服務實際上在做什麼 對可能要收鑰匙他們會有這個疑慮 對然後可能是他們的人數比較少 對然後就覺得說我們這個服務還沒有到非常方便這樣子 你們如果團購的話 就是因為公寓我如果給出 樓下的鑰匙那我就幫我的鄰居也都給出來了 他有一個外部性 所以是不是更應該促成團購的狀態 對因為這樣的話就是大家都覺得有好處 而不是說對一個人有好處 而其他人遭受風險 然後以零為禍 Literally 以零為禍 這樣子的狀況 對 像剛才討論我們講到那個生態圈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在 創業一路走 也聽到蠻多人都講說 覺得我們就是 光做戴手垃圾 覺得太單調 或是覺得說這樣子好像 沒有什麼未來發展性 一個close loop 就是你的這個 Service Delivery 上面 而你的服務遞送上面 能不能承載很多別人的東西 這樣子 就主要是這個問題 是沒有辦法承載很多別人的東西 就代表他可能 就沒有辦法存活了那麼久 因為當你能夠承載別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考慮說 以那個東西來當作你的收入來源 那這個時候你這邊不管要打折要團購要優惠 甚至像我剛剛講recollect lease免費 你這邊都多了很多彈性 你在走轉的時候 因為這個主軸 不只一個嘛 那所以你一確立在 這個才是你的主軸 幫忙地方政府給newsledger 才是你的主軸 那你本來的東西 你一下就可以轉開 你就不用想說 我要賣訂閱服務 對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你旁邊的主軸 沒有 你就是一個主軸 所以你是轉不開那個主軸 這樣 您會建議是 我們要再去多找一些其他的主軸 但你如果本來的主軸 它的方便性非常高 以至於已經到一傳十十傳百的程度 那反而也不需要 因為表示有很好的 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我在裡面是 service market fit 對那但是 就是說這個我聽起來 還沒有那麼 那麼強 所以 也許 擴散性上面 還是要找到說 你剛剛我只聽到一個 就是樓下鑰匙會覺得 或者大門密碼 會覺得 就是有一點不安心 還有沒有什麼別的blocker 就是讓人覺得說 我不太想推薦給別人 我想推薦給別人 但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開不了空 可能有一些他是比較擔心說 會 鄰居會有反應 因為他可能垃圾放在門口 讓我們去收 可是 有些人就很擔心說 我在外面放一下 可是會不會 有外部性 就會 別人一出門一看到 就會 就會不爽 或者是會不會有人把垃圾丟不清 你的包包那個袋子是不透明的 還是 透明的 是 我們現在是在垃圾袋上面 就是 都會貼我們的 但是 是普通垃圾袋 為什麼是普通垃圾袋 你們到最後還是 你需要垃圾袋 垃圾 但如果你用 你們自己的不透明袋子 你最後一秒鐘 不算是可以貼標出去嗎 就有很多人在做那個 貼標的動作 那個貼標是因為 就是我們要給我們代售業者 一個識別 對 就是讓他知道說 你說這是我們發貼紙 客戶 這是一種可能性 你就不賣袋子 只賣貼紙 另外一種就是 更徹底的就是你的袋子 本身就很 Stylish Stylish到鄰居看到的 除了覺得這是廣告以外 也沒有別的解讀 反而又沒有問題 因為他就被包裝到不是垃圾 的那個感覺 尤其如果你是加鏈袋 那加鏈袋 它看起來就可以 你知道很潮 對然後上面就是 可以放QR code 可以讓鄰居也來 就是 我覺得一開始擴散 如果你碰到這種blocker 那你砸再多行銷 費用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的 現在不是很流行說R值嗎 R值低於1嗎 所以就 平均一個人 一個人傳不到 超過一個人 那這樣子你每一次 push一下又散掉了 對 那所謂的病毒是行銷 就是說你要把就是所有的 這些 就是blocker 他腦裡面不想推薦給別人 都移掉 移完之後只要平均一個人會傳到超過一個人 甚至他都不需要在那個垃圾袋本身 就是你的accusation tool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才有可能說 那我這個主軸sustainable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大家一定都會勸你們走轉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想要用 垃圾桶 做一個紗意 那時候是發給用戶 垃圾桶 然後就是比較精美 然後他拿出來之後那個桶子 擺出來其實就會是蠻好看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 就是環境整潔的問題 但其實後來我們 就發現這個垃圾桶的 成本太高了 就壓了我們 財務的狀況 不太好 所以你們真的有做出垃圾桶來 我們先去買 但是 先去買 對但是 我們那時候也在想說如果之後 我們量很大之後 我們可以自己去設計 專屬的桶子 甚至是有可能把 一般垃圾跟回收 處理把它整合成 一個桶子 然後把它分成三格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成本太高 我們後來就決定還是先 把方便做 先把桶子 對解決 痛點 只是為主 對然後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訪問我們 那時候現有的客戶 問說這桶子對於你們來講 真的有比較方便 只是以方便性來講 或是說有沒有解決其他問題 那他們大部分是覺得說 TOMS有跟沒有 其實好像沒有差 有很好 但沒有也不會影響 因為你都用夾鏈帶了 那他就算翻覆也不會有後果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一個 Stylish的夾鏈帶 我覺得這比較沒有成本可言 了解 對 主要還是要很 就是勇敢的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東西 你看了Stylish的夾鏈帶 你也可以加入 你要把它當 Aquisition Tour 因為如果 我剛聽到是說 如果 某個人會覺得說鄰居看到了 他會受到社會壓力 那這就表示是說 那只要有一個人用那一戶的 其他人說不定就不想用了 因為是有點鈴幣奢侈那種味道 那這樣你大概就不用想擴散了 那這兩章 所以就找到一個 槓桿方式 對讓他很proud的 把這個東西掛在外面 這樣講 還想要請問唐震惟 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 因為剛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可以 跟一些環保公司合作 對 可以設一些紙車 在我們的幸運路線上來 增加我們幸運的承載量跟效率 但其實我們接觸了 蠻多環保公司的 然後就發現說 那個環保後段的產業 其實還蠻 僵化 對啊 他們很多公司都是 就是他們有自己的 一套方法 然後他們不太會 開放外部的資源 進來也不太會想要跟 其他的 新創 對新創 跟其他的公司合作 對所以 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蠻 讓我們蠻困擾 就是 他們大部分 我們去找他們 他們都會認為說 我們的方式 就很奇特 他們沒有看過 然後他們也不會想要 跟我們合作 討論有沒有 創新的可能 就會覺得說 那你就是跟我做生意 是給我多少的量 然後給你多少的錢 然後 怎麼樣算 怎麼樣算 這樣子 對那想要問他們 證明說有沒有遇過 以前有沒有遇過相關 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是支援 因為我們對這一次 對我們來說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 研發的團隊 他們做的是 把保麗龍加入化學溶劑之後 它會縮到不到 十分之一的大小 對那這個很有用 是因為保麗龍的那個體積 非常的大 你要用卡車什麼 它的清運的成本 非常高 所以你如果能夠把它變成 就是 類似容易性質的東西 那辦大型活動啊 等等都會變得非常方便 就是清運的成本會大幅下降 但是他們也是覺得說 一方面是說 既有的就是清運業者 他已經有個生態權在那邊了 所以 你省錢反過來就是 你再讓別人賺不到錢 對 你要打進去 就沒有那麼容易 那但後來他們 因為我們有辦一些 就是媒合等等 他們最後 分享說他們找到 做法是去離島 小畢像說澎湖 對因為那個就是 他就不是省錢有 讓別人賺不到錢 而是真的那是剛性需求 而且很難滿足 因為一條船要運送保利輪回本島 那個 那個是天假 對 那所以你如果把它降到十分之一的話 本來沒有這個服務的地方 就會有這個服務 那這個時候對他們來講就是新市場 新市場大家都愛談 對所以我就說 你在既有的市場裡面 去做優化 那又不威脅到任何人的利益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對但是你如果去 讓大家發現說 你在這個地方 他們本來不覺得是客戶的地方 因為你的關係 變成了客戶 那 你對他們來講就是BD 那如果是BD的話 他一定很願意談 對但如果只是優化的話 真的不容易 對因為我們之前其實也有想過 就是我們是希望 有一天是成為在製的廠商 對 那這個在製的廠商是因為我們發現 這整個垃圾流向的 過程 他其實非常的沒有效率 對啊 所以說消費者已經分類好了 可是到後段的時候 對啊 又併起來 沒錯沒錯 然後再由回收廠去分類 我們覺得這個過程是比較 可是就會發現說回收廠 就是生態就會比較 層層跌跌的 對啊 對然後 所以我們 最後是 有點像是 先把這邊這一塊放下 然後專注再解決儲於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說 儲於問題是我們現在可以 有一個方法去解決掉 對 像主婦聯盟修會合作社 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的會員 因為本來就 固定時間會去提貨 因為他是共同購買 所以是公寓大廈 這就有團購了 那大家這個去那個地方派一個人去提貨的時候 順便 請他們把所有的塑膠 上面的標籤撕下來 然後洗淨 然後之類的 就是把他的那個 因為處理成本過高 因此全部又混在一起的那個部分 讓他的會員先做好 社員先做好 因為他合作社 所以其實社員都是股東 所以沒有人會想要 就是 搞砸這個招牌 那所以到最後 就是說 這些集合過去 他用一個最便宜的塑膠絞碎機 他就可以 重新把這些塑膠再製成 洗衣巾的外包裝 之類 所以他也是 但是他的成立的原則是 你本來就有一個持續消費習慣 然後沒有人會想要這個搞砸他 因為大家都是社員 對那所以就是 collective ownership 然後跟他本來就有很好的habit 那這兩個存在的情況下 一個closed loop 還是會work 對現在 我覺得你們如果要走到 就是 傳統回收 而不是 只是廚餘的話 那就是你的客戶 如果只是為了追求方便性 他不一定有一種好像 他是社員 除非說你 你就 群眾募資 然後 給他們股票 去發 那就不會想要看到你倒掉 但是就是說對你的 長期的存續 你的客戶有沒有那種stake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們一倒掉 他們馬上換別的做法就好啦 對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它變成是一個訂閱式的 而且這個訂閱式不是像選台一樣 而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倒掉 的那樣子的服務的話 那你就沒有 黏著力 沒有黏著力反過來講客戶也沒有黏著力 你要他為你多做什麼都很困難 對 對 沒有沒有問題 你也提到 就是 他是主要負責技術 你好 對 我們現在 我想問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在路徑規劃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機車去 收那個 排我們每個點 這樣 不過我們都是集中在吻山區 這樣 那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想 我把他畫成這樣 出 OK 我們 旅行的行銷也有問題 紅色是最終的 垃圾場的地方 然後 因為我們在做路徑規劃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預想未來之後 我們會是兩三個 好幾個騎士一起 下去跑 可能黑色所有的點 這樣 那我預想是想 一開始的時候先把它切一半 就直接分 一半邊是同一個人 然後另外一半邊是同一個人 不過 切完一半之後 我現在遇到問題是 就是在 這一半 假設這一半 都是同一個人 那我遇到問題是 我不確定要選擇哪個演算法去 跑這個最短路徑 他是 他是有方向 然後要需要 就是 他就要一次走完所有的點 這樣 那正委有什麼 你是給他一個 像什麼Google導航的 點位 就是從他的角度 你怎麼告訴他 從他的角度的話 我們是 會在前一天的時候 直接幫他 排好 就是 他是從 就會幫他排好 他先走 123456 這樣的點 所以他有的是 有順序的 一堆點 對 我們會直接先幫他排好 那個點的 點的路徑 這樣 就是 我們先幫他排好 他可能會先 假設只有這三個點的話 他第一個 但是他如果 Out of order會怎樣 他不會怎樣 他如果不按照你給的路徑 跑 那又怎樣 那時速感增加 我們就要多 對 如果我們把全部的點都 外包給他 就是 對 剛才講的有這些點 就這樣要自己去排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這個時速會上升 那我們的capacity 就會下降 就我們一小時 沒辦法收到那麼多 OK了解 所以我們是 預想說 我們這個 就我們所有點 一定是要我們先 假設到時候 我們的規模化 做起來是到 1500的時候 所有的點 應該是由我們去分配 讓他去走最短的路徑 這樣 但是因為這個的問題是說 每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他要花多久 並不是一個常數 他是按照當時的 實際交通狀況 而定 就是說他是一個 動態系統 你如果先走這個 看起來比較快 但是事實上 你走到這邊的時候 這邊就開始塞車了 是 對 所以這個 就是靜態 你用這個dynamic programming 有很多演算法 但是實際上不是 這個形狀的東西 所以 有幾個建議 你先說 就是他 如果我們先 就是在前天先排好 就是不管 不考慮他 會不會塞車的情況下 因為他是只有 在很短的距離 他只是騎機車的話 那 剛正委有說 用dp的話 就 應該會有 相關演算法 這樣 因為對你來講 你不需要最佳解 這又不是做 ACM做IY 你只要一個 還可以的解 就可以了 所以現有的 導航軟體 其實本來就具有這種 糾結的能力 就是說你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大概要多少時間 那或者是說你三個地方 你三個點 就是ABC或ACB哪一個比較快 這個現有的API也都可以告訴你 OKOK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不需要自己用經緯度或 就是路徑去算那個實際距離 你可以直接丟進現有的Path Planning 去算 那這樣的話只是複雜度的問題 那你用dp類的做法複雜度就可以降到Linear 但是你們實際上現在有幾個點 我們在講1000個嗎 現在沒有到1000個 現在沒有到1000個 對啊 那就是如果你 你只有還不想說20個 那你用窮舉 就可以了 OKOK 那就這麼多組合而已 對 好 了解 謝謝 那我這邊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現有的服務流程中碰到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做撕掉的時候 就是發現鑰匙這一部分 對 對啊 這個很難 對 我就是想請問看看有沒有什麼 可能 更好的解決方案嗎 或是替代方式 因為這個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我們其實也思考了很久 對然後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試過要走比較像 Demand模式直接跟他碰面 但是 後來發現那可能不是一個 最 這樣他就不能跑那種 對 也不是 都會霧點 對 那時候塞不塞車就差很多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改成這樣 就是定義去收 但是就是 鑰匙是 算是我們一直沒有想到一個 激發 我們目前就是有 定合約 是我們跟客戶 定鑰匙 然後 然後我們代售人 我們也跟他定鑰匙 包管的 是目前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 但是他自己去打野服務也不會知道 對 就是給小朋友 對我騙人 只能寫透過這樣的方式 對 鑰匙又不是NFT 沒有辦法用密碼學的方法 因為我如果是管理員 或我如果是其他鄰居 我一定馬上網 那他會打一份 去想 這沒有辦法 沒有救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你們之前有想過什麼別的解決方案嗎 我之前曾經有想過有沒有可能是結合類似RFID的技術 因為就是那個 安裝的成本有沒有到很高 然後如果可以做一些連線的話 我們想說有可能可以 透過這個 有沒有可能結合 你說訂閱順便換鎖 對 就是 就是想說有沒有可能是結合一些科技 可是 就是比較是 我們比較在這方面沒有 沒有想到那麼具體可行的方法 因為公譽他的鎖 我們沒辦法 這不太wike 對你要 就是順便賣鎖這樣服務 我覺得這個這個挑戰性太大 因為他要說服他所有的鄰居 只要有一個反對就 就不會有人同意 那你還不如讓他把袋子掛在窗戶外面 用無人機去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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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同樣是天馬行空的程度 這個還不需要其他人的統一 哈哈哈哈 有可能機場 今天就沒有拿 真的 對,真的,不過紋身區沒有機場 我們之前有超兩個方向去想 就是要鑰匙跟不要鑰匙 那如果是要鑰匙的話 我們目前設計的其實像剛剛這位講的 就是我們會建立一個比較信任感 就是除了是用合約之外 我們會公布我們代收夥伴的樣子 就是照片會給我們的客戶看說 是誰去收,然後幾點去收 讓他們相信說我們真的 這個代收夥伴不會亂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沒有鑰匙的部分 像剛剛講就是我們會可能看我們鑰匙之類的 你覺得是兩個方向 沒有一個解決方案是 然後比方說大財機的 它是可以在夜間之後放在門外 然後等清潔隊來清運 對不對 就是說垃圾不落地 但是其實有一些exception 就是大財機就是其中一個exception 對,那沒有辦法找到這種解決方案 你們說大財機是嗎 就是好比像說一個床 那實務上我不可能自己把它拿去丟 那所以我就是先打電話給環保局 然後說我什麼時候會把它放到門外 那他就說那你下班時間把它放到門外 不會擋到人的地方 那我們會去收 所以這種情況其實跟你們的服務 是完全一樣的性質 事實上那就是說因為它有一個公布門外保證 所以就可以把就是不要的床放在門外 也不會被檢舉 事實上一定還是會被檢舉 只是檢舉沒有效果 對,沒有啦,上面要貼一個紙說 我已經聯絡清潔隊 對,那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你特別是在做廚餘 如果是別的東西 你把它弄成好像大財機的樣子 還有道理 但是廚餘放在街上是覺得不外的 對,你挑了一個 特別不適合沒有要是的解決方案的segment 但是可以放在箱子 比如說箱子是放在外面 對,我剛剛就在想箱子 但是如果箱子是廚餘在裡面 我覺得接受度還是非常非常低 對,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挑戰 其實我們現在是 五元級不知道 可清醒 每搜跟廚餘都會搜 我們是讓客戶可以分成三個袋子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有試過 就是on-demand的模式 就是像Uber或是Tanda 對,但是我們後來 其實一算就發現這樣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完全沒有辦法負擔 除非等到哪一天 等等我們很多資金的時候 才有可能去發展這樣的模式 因為這個模式它就是 就不需要收藥 但是成本很高 然後我們其實有辯論過說 就是倒垃圾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on-demand 因為像比如說像美食的話 如果它叫就可能30分鐘 一定要吃到東西 對啊 如果叫車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就一定要吃 那垃圾它說明可以放一天 對 都覺得還OK 那是不是也比較不適合這樣的做法 對 可是好比像說 假設你現在有一個非常棒的夾鏈帶 它可以放五天都不會有味道 那這個會改變你們的經營模式嗎 至少你就不用算PEST PLANNING了 對不對 反正它有空的時候來拿就好 我們覺得雖然垃圾是可以 因為可能 因為我們設計的夾鏈帶 讓它比較不容易發抽 但是 我們認為到部分消費者還是 不希望它囤積太久 就是雖然沒有錯 它不希望回家還看到 它不希望回家還看到 對 不會想要一直看到垃圾在家裡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希望可以盡快幫消費者收走 這樣子 OK 好啊 所以這樣子一下就收斂了 所以要嘛就是 你要鑰匙 但是你需要它的說服力高到 團購非常容易 那這樣子的話 by default 就是多數人會去說服那些少數人 說給它鑰匙也沒有關係 對 那這個就需要非常多類似社會設計的工作 你可能要真的去訪談 那些有戒心的朋友 然後一起找出解決方案 那不然如果你這邊沒有這種擴散力的話 那說不定還真的往奧地美那邊會比較容易 但這個時候你的費用就非常高 成本會非常高 所以你就要就是收比較多的錢 那你可能你的TA就是複而起這些錢的人 就會變成這樣 剛前面是說團購嗎 對啊團購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 左鄰右舍看到的情況下 他不是有疑慮而是很願意加入 是 那團購的話你的說服對象就是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是 就是你就一次 有點像是那個賣電提廣告 就是你一次說服一整個大廈管委會 對 那當然不加入就不加入 但是加入的話 他是用可能他的管理費來支付 那但是好處說因為管委會已經同意了 所以理論上就是他有一個民主決策機制 那但是你這邊就是你要有足夠的說服力 就是任何管委會考慮你的時候 大概他都可以有一半以上的票 那這樣的話這個主委才會願意幫幫忙推薦你們的服務 但是如果你到不了這個threshold 那其實本來你的過戰就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是同一回事 所以可能現在目前也是要先驗證這個東西 然後去看他們家人更多的管購組的一些反應 對對對 因為你如果一次說服一整層的人 其實你就跟竹庫聯盟共同購買是一樣的意思 對 那共同購買 我也是 我每天買什麼菜 我鄰居也都會知道 他也是有一些隱私的這個考量 但是 因為竹庫聯盟這個品牌夠好 所以我讓人知道我在賣竹庫聯盟 並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對 那所以一樣就是說 我讓左林右舍都知道我在用Track 那也應該要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是 我們目前就是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在搜公寓 因為公寓他們就是比較舊 然後需要去倒垃圾 所以比較會有這樣的痛點 但其實公寓的話 我們比較不容易接觸到 就是可能管委會相關 因為有些公寓他們可能 甚至管委會都沒有很在外面 沒有很健全 對 就是可能我們都還是 目前都是一接觸一戶一戶 或者是可能接觸 有接觸了大概兩三個房東這樣子 對 所以可能未來在公寓上面 我們可能也會去思考這樣 不過現在房東不是都分租的很多嗎 對 理論上你說服一個房東 你就說服了五個房客 四個 對 所以在公寓上面可能我們也要去 再思考一下怎麼樣去串聯整個公寓的人 如果他們的管委會是沒有在work 那至少房東的那個網絡 是啊 我們現在有去找房東 然後目前是有兩戶是 就是房東來跟我們接槍 下面就是他們有一個是五個 五戶 然後一個是幾戶 對嘛 然後中間有些人有為我們服務 這樣 對嘛 因為如果房東同意的話 他都同意了那鑰匙 他的問題自然解決 因為房子是他的 對 如果真的有人混進去放火 最後是他要復活 火災的那個 賠償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房東都同意 我如果是房客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值得新人 因為是房東新人過的人 是 那想要問同學 我們說有沒有覺得 這個商業模式 未來有沒有機會 做出什麼樣子的一些 open search innovation 像我們其實曾經也有想過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現行的模式 然後就加入一些社會創新的點 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這些東西就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還沒有真的試過 我們曾經有想過說 有沒有可能是結合里長 跟社區老人 我們讓一個里是 由里長去串聯 可能很多退休的組織 然後讓他們幫忙去 把我們客戶的垃圾拿去丟掉 也給他們一份收入 然後讓他們可以活絡整個社區的生態 或者是也有想過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樣子 在手垃圾的這個工作內容 可能跟一些社服單位做合作 然後讓比較弱勢 或是要低收入的組織 來做我們的工作 這樣子 對 不過這個前提都是你有一個規模嗎 這樣你才負得其他 就是至少基本時薪的那種收入 對 那所以我是蠻建議說 因為我們現在說社會企業 它主要就是在它經營商業的過程裡 就已經產生社會價值 所以你剛剛提的那些做法 我覺得都很棒 因為它是在整個供應鏈過程裡面 就累積社會價值 而不是你賺了一筆錢之後去捐掉 當然那個也很好 對 它比較不是我們所謂社會創業的 一開始的做法了 所以兩個建議 一個是說因為社創是所謂眾人指示 眾人駐職嘛 那剛剛就是它的公益目的 其實你講了很多 而且我想不會有人否認這些是公益目的 但是我如果是一個想要參與的人的話 那我會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決策權你們願意分享到多少 那當然不一定要像主婦聯盟最後一人一票 大家不滿意可以把你們換掉 可能沒有要到合作社的這個程度 但是好比像說訂閱式群眾募資 現在很多它是換某個程度 就是你可以用類似投票權來換feature嘛 就是說我希望你優先開發什麼東西 我希望你優先做哪一部分等等 那它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與權 當然你還是做最後的決策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就是剛剛講的分潤嘛 那不管它是用股金的想法 或者是用股權式群眾募資的想法 那至少我如果是你的股東 我大概不想要看到你找嘛 那這個也是很實際的事情 所以用某種方式讓大家有參與的優因 我覺得比你現在先去證明 你的公益價值多大 要來得重要 因為你們現在還在解決那個acquisition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 Crowdsource 的部分 或 Crowdfund 的部分 可能還更重要 比起你現在去說我要寫impact report 你們現在硬要寫impact report 不一定寫得出來 就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在決策 對啊 因為你們現在碰到這個solution space 它是非常多變數的 就像你們說你們自己討論的時候 也已經試了不知道多少種 那當然越多人進來 你越可能因地質疑的找出那個社區 對它好的方法 說不定每一個社區按照它的住戶的凝結程度 里長的活躍性啊 房東到底平均每個人有幾戶外 說不定到最後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 那如果你沒有參與的話 你沒有辦法演化出這些商業模式來 那如果會不會碰到一個狀況是 比如說這個社區它希望就是把那些處理掉 這個社區是希望里長是告訴我們說 很可能啊 很有可能啊 所以像 Recollect 它每一個賣的市政府 根本它最後變成完全不同的app 所以它們變成一個enabler 就是說讓你客製化東西上去的技術 它最後變成像Wordpress那樣的東西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這個來挑選這樣 好那就是想說 想說就是這樣子 想說我問一下 請問團隊裡面有 我覺得可以幫我們拍這個段 可以啊 沒問題啊 來吧 然後講稿的話我們會就是用電腦放 看不看 好啊 可以讓團隊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先收了